剛才您也提到泰皇 因為畢竟泰國還是一個王室 普美鵬他現在 據說他已經 原來都住在醫院裡面 而最近也 應該是在這一兩天 馬上就出院了 必走到行宮裡面去了 這是不是代表 他不會出來講話 還是有別的意義 在過去有些時候 會鬧到三四個月 泰皇都沒有出來的 所以這一次 是不是這麼快會出來 我覺得還很難說 第二個是 泰皇現在的年紀 已經老邁了 老實說他前兩年 他一直進出醫院 他的精神體力 有沒有辦法讓他附和 來干預這個政局 現在也不知道 第三個 我覺得大家都知道 泰皇的態度 是比較傾向黃三軍的 如果黃三軍 現在是得勢的一個情況 他當然不會干預 這黃三軍 如果處於劣勢的話 他可能就會出來干預 現在目前 軍隊是效忠泰皇的 我們剛才前面提到 軍隊現在是出來主持 速鐵跟引拉之間的談判 軍隊不是站在政府這邊 軍隊是處於一個 超然獨立的地位 所以什麼時候 泰皇如果下命令給他們 要他們干預的話 他們是會出來干預 所以這些變數 都是互相相連的 不過可能軍隊干預的話 我們看起來事情 又更嚴重了一些 我們繼續關心 泰國的情勢演變 非常感謝副總到現場 謝謝您